在高雄街頭驚喘砍人案件 昨天下午一家咖啡店前 一名送信男子為了幫女性朋友喬七萬元的債務 跟另外三個人相約談判 結果談判破局 嫌犯拿出遇藏的刀子當街攻擊送信男子 造成他的手掌還有腹部都有撕裂傷 還好是沒有生命危險 而在場涉案的三名男子也被警方依法送辦 哪一個 來 退縣 怎樣 等一下先等一下 遠景到場棋樓底下受傷的送信男子指認 就是眼前這名男子持刀攻擊 只見他走過來還是老神在在 更舉起雙手做出投降動作 你先上去 就跟他們無關 沒關係 那就在場啊 回去了解 被害的送信男子手掌虎口還有腹部被刀子砍傷 地上還有一攤血跡 在場民眾也被眼前景象嚇了好大一跳 有人被砍了 警察在這邊找刀子 他馬上丟在水溝裡面 整起案件發生在24號傍晚5點多 高雄三民區大封二路 某間連鎖咖啡廳 初步了解是債務糾紛 當時送信男子為了女性朋友 積欠了7萬元債務 與另外三名男子坐在棋樓談判 結果談判破局 雙方爆發口角 嫌犯拿出預藏好的刀 還有汽車破瘡器 當街攻擊送信男子 因為送信被害人 右手及肚子受傷 意識清楚 那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 從信送信男子沒有生命危險 而在場涉案的三人 也被一傷害罪嫌宋伴 只是光天化日當街砍人 行徑實在囂張 記者成績坑成號莊紀維 高雄採訪報導 到 nuanced yeah 概覽 바보� persuade